Leo聊世紀 聽行榮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葡萄阿倫 這場比賽是公寓杯的潮間袋 OK 這場比賽已經來到了天空熊對上頂尖高手HART 天空熊這次也是一路過關斬將 來到了前四強 還是前八強 但是已經很前面了 非常前面的名次 那這場遇到了HART 應該不用多說了 我們頻道只會播放世紀帝國裡面最頂尖的比賽 那當然偶爾也會播一些比較小眾一點 但是常看我們頻道的人都知道 我們的頻道的選手們都是非常的頂 可以遇到HART 也就意味著天空熊是非常頂的玩家 這是不用質疑的事情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天空熊選擇的文明是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的特色是 他的爆破船有淫冠技術的話 這個範圍還可以再爆破的更廣一點 而且他的奴炮戰船可以射出額外的箭矢 所以他的奴炮戰船配爆破船可以現在變成 新版本的海上霸主 而且現在投石車戰艦又可以讓他的 投石的速度變快 這個子彈的速度變快 讓他在一些海戰的彙戰來說 傷害能力比火炮戰艦還要強 不管是要攻城或是打對方戰艦 投石車戰艦現在的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 那他這個西里西亞艦隊呢 可以讓他投石車的戰艦射程 再多加一點射程 所以亞美尼亞人 可以說是現代的海上霸主 那後期的亞美尼亞人呢 可以考慮這個白血劍兵勇士 點下金冠費雷特斯 他的白血劍勇就可以直接堕爛對手 非常可怕 而且他的複合弓箭手呢 也可以進行穿甲攻擊 無視敵方的裝甲進行攻擊 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個能力 那亞美尼亞人呢 最大的特色還是點下這個弓形劇 還有這個挖金挖石的時候呢 可以再獲得額外的40%的效果 所以他每點一個經濟科技的時候 他的經濟能力都會非常爆炸式的呈現增長 而且他的生物呢 還會自帶一個強化 自帶額外的一個生物的關係 所以整個地圖上面呢 如果地圖上有5個生物 那亞美尼亞人全撿到的話 就是6個生物 整體來說 經濟都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utter選擇的文明是葡萄人 那葡萄的文明特性呢 是所有的黃金冰都是八折優惠 所以他很適合打工兵開局 或者是打這個騎士開 都很OK 後期的火槍跟火炮 還擁有彈道學的效果 這個火神槍 你的火炮跟火槍 就獲得彈道學 甚至連火炮塔都有 後期還可以點下工程工程師 整體的打法會比較偏效於工程器的部分 風琴砲也是相當適合 那葡萄人呢 他的生旅也是八折的關係 所以後期打生旅戰 也是可以考慮的範圍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葡萄人這邊是選擇了海面開局 正常的開局模式 兩邊都是選擇了開湖 那葡萄人這邊是選擇了內海 應該算是內湖開局 那這個內湖開局也是有大魚的 那天空熊是選擇了外圍的大湖開局 外湖開局才會 那外湖開局的優點是可以 沿岸掃蕩 他的旁邊這些岸邊的東西 但其實這樣圖有特別設計過 沿岸掃蕩區域 要掃蕩這個黃金位置 其實是很困難 射程基本上是摸不到 摸不到 只能打到這裡來 或是這裡 這裡就極限了 你要打到裡面是不是太可能 那如果是內湖開局的話 其實也是 可以看到這個沿岸 被控制的可能性會比較差一點 這裡就是懸崖峭壁 所以沒有辦法 用海戰獲得很好的戰果出來 所以實質上 這一把的地圖 其實要打的 應該是陸戰才對 我覺得這個地圖打陸戰是重點 海戰的只是其次 你知道海戰打贏了 能獲得影響力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巨大 天空熊這邊是一個直層為死策略 把這裡為死 這裡也能上去 那 葡萄人這邊是按到了七艘漁船 哇 這個經濟偷的很兇 天空熊這邊是按了五艘而已 天空熊是比較保守一點的五艘而已 正常的五艘漁船的開農 那 HOT這邊決定呢 要在外湖也開個碼頭 待會要來燒天空熊的漁船了 那天空熊這邊防守就會很輕鬆了 因為這個河道呢 就只有一條線窄口而已 你只要把一個火戰船放在這裡 就等他過來送就完事了 那看起來HOT這邊 是要走一個海戰路線了 那天空熊這邊也是 天空熊這裡更狠 是兩個碼頭 直接燒你船 好 但是HOT已經偵察到了 兩個碼頭 但是HOT也補下了雙碼頭 那這裡碼頭也是按了一個火戰船 整齊兩邊都是拼命憋火戰船 那天空熊這邊的黃金位置數量不太夠 他這邊黃金數量有點少 只有五個人在挖黃金 這裡至少要補到八到九個人挖黃金 像HOT一樣 不然他這三個碼頭 是很難按出這個戰船出來的 天空熊家裡的戰船 是先提升了奴號戰船的升級 那這裡火戰船也要記得補 不然對方戰船要來了 經濟就要挫賽 好天空熊四台火戰船出發了 那HOT看到這個情況 一定要按自爆船 OK自爆船已經按了 按了兩台 哇HOT這邊還是很細節的 然後這邊用漁船先拉到旁邊 等奴炮戰船 因為升級已經慢了 HOT這邊升級並不是那麼快 但天空熊這邊火戰船沒有補 會出事嗎 出事了嗎 阿伯 這裡有點尷尬 火戰船看到了 但是不燒 這個是在等爹爹燒過來的意思嗎 看起來是喔 好看一下天空熊 正面現在是完全壓制 結果戰船直接炸了一波 天空熊好像幽幻了 哇天空熊這一波好像打得不錯 我覺得現在是優勢開了 現在這個情況 天空熊中間應該是沒問題了 10拿87蚊 應該只剩下13%的機率會炸掉 應該不太可能 以天空熊這個實力來說 現在要炸掉很難 下面這個應該是炸了 下面這個不要那麼專注 天空熊的想法現在是 只要我中間拿下你所有的漁船 那中間的湖就換我吃就行 但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風險極大的投資喔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對方的中間的湖哪時候會放棄 說不定他這輩子也不會放棄 就一直跟你打湖 一直打一直爽 好天空熊這邊 補到了9個人挖金了 黃金終於補了上去 但是天空熊這邊黃金樹沒有很穩定 爆破船這邊上去數量上有點輸 後面的火戰船燒掉了很多漁船 天空熊這波打得不錯 但是正面的這一波戰船可能有點極限 兩隻村民一直在修理戰艦 戰艦的血量被慢慢的修了回來 自爆船再炸了一波 這個火戰船能夠拿下嗎 剩下兩滴血 但是天空熊並沒有在攻擊 這個火戰船修不到 直接被燒爛 怎麼辦呢 哎呀 天空熊這邊可能 中間要打贏的話 還是要去補個碼頭 會比較好 我是在左邊補 哎 左邊補 結果被抓包 哇天空熊 遇到了這個頂尖選手 HART 人家經驗還是蠻多的 哎結果這兩艘遺傳怎麼活下來了 這個可能是 剛剛又多按了幾艘嗎 應該不太可能 好 現在天空熊按了一隻戰鬥祭司 就去來解聖物了 這個生物呢可以去撿遠方一點的 這個生物可以爆的快 好 抱回家 好 那現在天空熊損失掉了 只剩下兩艘漁船 HART這邊應該會重新補下漁船 把自己的經濟給拿回來 那現在天空熊要考慮要不要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呢 有啊補 OK 因為這裡差不多該補第三個城鎮中心 不補的話經濟會弱或者很嚴重 因為通常海戰打了一段 告一段落 對方沒有在操作的時候 就是很適合開城鎮中心 結果天空熊這裡並不是要去撿生物 而是敲爆HART家裡的村民 哇直接拿下戰鬥祭司的優點 不用點義工 四刀 砍是一隻村民 這個雙手斧開砍 砍個四刀就倒一隻村民 哇很猛啊 已經抓兩村了 這隻生女已經賺了 這已經不虧了這個生女 戰鬥祭司這邊賺到了很多的優勢 現在正面開戰起來天空熊的海戰直接被扛下來了嗎 炸爆火再炸一下 這個炸讓他的戰船雖然有所損傷 但天空熊的戰劍還是落後的數量 哇天空熊這一波有點炸裂了 這個節奏有點帶不回來 碼頭這邊努力修 但是爆破船很難出來 好HART這邊有把殘血的戰劍往後拉 但也不是所有的戰劍 又佔了一波換了一台 天空熊用戰鬥祭司去打一下 後面有生女在補血 用戰鬥祭司敲你戰劍 好這一波自爆船又出來 這波能抓到東西嗎 結果吐喘自爆船 你看好了 沿岸有生女可以招翔戰劍 戰劍要被招翔掉了 這個應該來不及了吧 OK不會來不及 戰劍反擊回去 那現在HART要考慮轉向奴炮戰船嗎 還是要火戰船繼續呢 這裡有一隻肉馬想要過來騷擾 但是被抓掉 這個生女擊殺兩隻村民之後 還去撿掉了HART後方的生物 偷偷來啊 一直偷偷來一直鎖 下面這個漁船也被燒掉了 現在天空熊 經濟是有些落後的 那葡萄人這邊只是有五艘漁船的優勢 經濟還不錯 還不錯 那天空熊這邊呢有撒農田 但是沒有點一級農田 所以這個第二次撒田 會耗費他更多的木頭 這裡至少會再多耗費個五百多木頭 去撒下第二輪農田 這對於天空熊來說 現在木頭壓力是非常巨大 如果還是要堅持打海戰的情況下 這樣打壓力是很大的 除非自己可以再多開幾個碼頭 如果真的要打 就在後面趕快多補一些 再多補一些 他都補到四個碼頭 好 但天空熊這邊過來圍支援點 天空熊搞事了搞事了 這隻村民沒事做 我出來圍一下支援 讓你的經濟也不會那麼的好 好 把對方家的支援圍一圍 天空熊這一把 弄真格了 哈斯這邊則是穩穩的 穩穩的繼續農 現在家裡的部分 海戰 還在繼續修理船艦 但是天空熊的這兩個碼頭 還是沒有損失掉 但天空熊其實已經有點放棄要打海戰了 哈特應該有意識到這一點 看到前線這麼多的哨戰 應該覺得 這個應該就是要來打路戰了 右邊這裡其實很難維持的 這邊懸崖峭壁是沒有辦法蓋建築物的關係 所以這邊一定會被溜進來 所以這邊打陸戰 其實這才是重點 陸戰是比較好進攻的方面 海戰要打贏比較困難 但還好這個海戰的部分 就是前期打後期 還是要轉為陸地經濟會比較好 因為前期的捕魚的經濟優勢實在太強 你要稍微抵抗一下 如果完全不抵抗的話 對方雪球會滾得太快 天空熊這邊村民蓋了這些東西之後 怎麼突然不見了 村民死了嗎 看一下 有沒有擊殺 沒有擊殺耶 天空熊村民去哪了呢 這裡東西蓋一蓋 人就不見了 還是被抓掉了 喔在後面蓋碼頭 原來在後面偷偷來啊 這個偷偷來有機會嗎 天空熊下面的碼頭已經沒了 海戰現在是有葡萄人 獲得巨大的優勢 好 紅葉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天空熊這邊偷蓋碼頭的畫面 那這邊自願點圍了一下之後 又不繼續圍 圍了個半套 天空熊這邊 有點想法 好 前面用衝車頂掉了一些建築物 哈特拉了村民過來處理一下 現在天空熊點下了帝龍時代 重點是帝龍時代 該怎麼打呢 要打巨頭工程的話 你要現在插寶才對啊 現在過來插萊姬嗎 感覺好像有點慢的半拍 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到這裡的話大概是一分鐘 一分鐘能把寶建立起來的話 就沒什麼問題 巨頭開拆 那葡萄人火炮還要等兩分鐘 所以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亞美尼亞人這邊的巨大優勢 那現在如果天空熊要打的話 生旅科技可能要補了 印刷技術啊 神聖思想 這個 救贖思想 經濟科 這個生旅科技要趕快補上去了 才有可能反制得住對方的火炮單位 現在要打生旅戰 可能對亞美尼亞人的優勢會更巨大一點 亞美尼亞人的生旅科技是全滿的 葡萄人其實也是滿的差不多 所以 其實兩邊都可以打生旅戰 但是哈特這邊的生旅 價格更便宜 但是其實葡萄人也不一定要打生旅戰 也是可以壓制住對方的生旅的 除了火炮之外 也可以考慮走起兵路線 還有正常三級馬卡 還有品種 雖然沒有大羅馬 但是還算是堪用的 就是亞美尼亞人這邊就比較尷尬了 這裡沒有三級馬卡 差一個馬卡 三級馬卡就差很多 這邊回頭把這裡石頭給圍好 最後還是圍了一下 天龍熊在後面 這隻村民 還在後面捕魚 天龍熊正面開始挖石頭 哈特地用時代剪下二級色 等下一下城堡的射程 這個投資車應該是要被射掉了 好 所以先來採礦一地 好 亞美尼亞人天龍熊 點下了印刷技術 果然還是要走生旅路線 好 投資車可以射掉了 現在左邊哈特也有點動作 兩邊都是有點想法 還是先補個馬就呢 如果我是哈特 這裡先補個馬就再說 待會遇到村民 直接按個騎士摔扁 也是不錯的 但這邊有看到 天龍熊也在玩野外發展 好 生旅開始招翔 兩邊果然打起了生旅戰 生旅戰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誰的手速更快 招翔第一時間更快 後面這邊生旅招翔 結果直接被城堡區給射死 天龍熊這邊定一波 生旅的優勢 現在已經點下了 印刷技術 宗教狂熱 神聖思想 該點多點 現在缺一個神絕政治 還有一個 救贖思想 生旅應該 就沒問題了 好 已經點下了 重型花彈船 西里西亞艦隊 海戰的部分 想要重新拿回來 正道祭司 看到這邊的村民 直接手撕 天龍熊有看到 這一波的村民 但是哈特好像沒看到 哈特是不是有點炸裂了呢 好 點下了奴賓的升級 叫總部攻兵嗎 好 天龍熊看到火炮了 已經轉出了救贖思想 好 這一波火炮 好 還沒有看到 之前預判到他的火炮了 好 天龍熊現在村民樹 104村 對上106村 哈特現在攻兵樹 還不是很穩定成型 這裡可以賣一些資源 木頭啊 或是石頭 點個三級射 唉唷 強弩喔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就行托斯基 攻城招翔 兩隻招掉 OK 現在 強弩 沒有升級好 哈特現在 還是有點被壓住住 將火炮出來囉 天龍熊的一台巨頭 被砸掉了 第二塔也被拿下 現在遇到火炮 三旅 沒有第一時間去招翔 因為有工兵 所以天龍熊不太敢往前招 往前招可能會被射爛 哈特這邊只要用過火炮加強弩 基本上就可以壓制住 這個三旅的壓制路線喔 好 強弩的射程現在是8點 然後後方有戰鬥祭司 偷偷來開 開敲村民 現在哈特後方的 狀況 過得不是很好啊 好 亞美尼亞人點下了 費雷特斯 天龍熊在海戰的優勢 又重新拿了回來 海戰打贏了 哇 海戰精彩的畫面 我們沒有看到 但天龍熊很明顯是 打贏了這一場的 海灣戰爭 這個 葡萄亞人 經濟已經來到了極限 天龍熊海域重新拿下 投石的戰劍也拿下了 好 但是現在正面城堡被攻破 海戰贏了 但卻輸了入戰 這就有點尷尬了 但沒有問題 天龍熊已經點下了金罐 現在只要把劍兵有勢 提升上去 就能守司 葡萄亞人 但是葡萄亞人 有火槍還有火神槍的優勢 所以誰輸誰贏 還不好說 而且天龍熊現在的問題是 田有點少 38片田 現在要點出劍兵勇士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好 投石的戰劍來了 你看這邊射程是13點射程 連工程工程式的火炮都能砸得到 這就是這個戰劍最強大的地方 而且他現在投石 這個 石頭飛的速度也變得比較快 好看 哇現在這個速度真的很快 以前是慢慢飄的 現在這個有增加速度了 不太一樣了 這邊繼續砸 蛋球從下面這邊 TC反擊得很好 直接讓帕特沒有控好的弓兵 抓掉了幾隻 好巨型投石機 搬了過來 帕特應該往前走會比較好 要去攔截一下 落跑村民 但是劍兵勇士 已經跨到升級好 雙手劍兵已經點下了 只差一個劍兵勇士 先用戰寶兵稍微擋下 天空雄這邊村民被射到有點慘烈 村民掉得很快 剩下105-104 哈特的村民是130 繼續壓制當中 但是海戰由天空雄拿下 海戰的部分 目前只能打到邊邊角角 這就是這邊海戰最大的問題 但這個黃金還不錯 還可以燒得到 哇 那就沒問題了 投石特戰劍 在這場比賽當中 還是能燒得到 暗兵的經濟 正面的部分 哈特已經要慢慢射穿了 但是哈特上面 這一波挖金礦的村民 好像沒有看到 正在著火 地圖上有很多白點 有白點就是正在被攻擊的區域 天空雄正在沿岸打擊當中 現在轉出文化戰團之後 終於有優勢了 亞美尼亞人 海上霸主 哈特這邊點下了肉碼升級 看到你轉列了一堆 這個 戰毛兵 轉肉碼 你正常 勝率稍微著想 但是第一時間 被天空雄的頭毛給投爛 三至三人直接全部倒光 火炮稍微打炮一下 OK打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強武也在原地射擊當中 亞美尼亞人 見兵勇士 沒有提升上去 先提了一個三級板甲 後面的農田補了非常的多 經濟已經開始慢慢回穩了 正面的部分 投石車還在咋 還在咋 這裡咋的非常多 兵雄現在應該是十拿九穩了 但是肉碼出來了 肉碼出來戰局可能不一樣 天空雄這邊劍兵勇士 能夠點下的話 就會很好 劍兵勇點下了 天空雄應該OK了吧 但是有點卡人口 人口現在有點停住 現在岸邊掃蕩還不錯 投石戰劍能達到範圍更廣 弩炮戰劍開始有現在發呆了 只能掃到一點岸邊而已 但是這邊的區域被拿下 自己的主金被控住有點難受 但是還好後面還有很多黃金可以挖 其實想挖還是能挖的 現在岸邊掃蕩來說 對於天空雄還是有優勢的 但是葡萄人其實也可以轉出生旅 去招翔戰劍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現在有點忙不過來 天空雄正面正在防守 下面也在進攻 現在沒有多餘的心力去管岸邊的事情 只要陸戰打得贏 基本上就沒問題了 海戰就不是太大的問題了 葡萄人甚至知道 這張地圖的關鍵是陸戰 陸戰是重點 直接後面逼滴 落馬偷家 紅雄後面有點小小招臉 建兵勇斯過來擋一下 白血劍勇 很耐打 槍弦繼續推進 雷龍雄現在內湖獲得 外圍的部分 海戰沒有繼續打 正面部分 三級攻 三級防 已經點完 劍兵勇斯 傷害來到了最高點 欸? 阿剛剛退款金冠是不是 哎呀 我想說奇怪為什麼這個白血劍勇這麼脆 完了 劍勇好像不是那麼的有優勢了 好 還沒有關係 暫時劍兵勇斯還是能給到很大的壓力 過來手撕巨頭 一台拿下 第二台有機會嗎 應該可以 天空熊應該是做得到的 第三台也行 第四台 第三台拿下拿下 OK 三台巨頭拿下 漂亮了天空熊 這一波又守住了 這一把應該是沒問題了 天空熊應該是要拿下這場比賽了 哈特在後面的經濟其實很糟糕了 但這個區域呢也是 不是那麼的重要 因為沒有什麼礦可以採啊 這邊 哈特想要偷蓋馬桶 但是被天空熊抓包 為什麼這一波 妥妥的 妥妥的 只要繼續狗住 用這個海戰 孔住你的礦區 那就沒問題了 哈特這邊的地圖 有點炸裂 好 內湖的部分打不贏 但想要從陸戰下手 哈特有機會嗎 哈特這一波 要小心 投車 直投車 火炮 修得回來嗎 戰貓兵還在頭毛 哇 直接手撕火炮 這邊直接被劍兵有事 要幹穿了 哇 劍兵這邊 開始輸出火炮 一台一台的被手撕 哈特可能要打出GG了 這一波 哈特 好像沒救 天空熊 大量劍兵 太砍了 哇 天空熊這一波打得太漂亮了 後面的兩台巨頭 繼續攻城 哈特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天空熊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天空熊 果然還是在陸戰 取得了重要的勝利 但我覺得海戰 也並不是完全沒有影響到哈特 這個黃金真的是太慘了 要是這個黃金呢 如果是在更外面一點 在這個模仿區域的話 天空熊可能就騷擾不到了 只能說天空熊這邊的戰局判斷 應該也是有看到 這兩塊石頭區域 我海戰內湖打贏的話 那這邊兩位礦區空下來我就贏了 那天空熊這邊的想法是相當好的 而且也是有規劃性的 成功執行到了這個戰術執行 真的說天空熊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但亞美尼亞人的海戰是真的強 但是他打火戰船沒優勢 打蘆浩戰船優勢就很大了 那哈特這邊是有點呆了 在天空熊攻城的時候呢 海戰的部分忘記要護了 直接被天空熊打回海戰了 那天空熊這邊最後是沒有點下金冠 那沒有金冠也沒有關係 直接手撕 那黃金的部分後面護身其實還很多 還有這塊黃金可以挖耶 黃金的東西還可以挖6000多塊 哈特則是用最後的救命機 在這邊挖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天空熊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資源全贏怎麼輸6勝物 黃金有4900塊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filmm 我最後一個小光戶 再見囉 還有幾乎 好嗎 afuys 大家都 anos 就算看你了 就是看你了 好的 可以 好嗎 好嗎 好嗎